3 2 1 点火 起飞 起飞 2005年10月12日 神舟六号飞天 那年我四岁 16年后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 发射前铿锵有力的十秒倒数 以及火箭点火一瞬间喷出的红色焰火 我从小就对航天很感兴趣 然而在那时 去现场看发射 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办到的事 直到发射基地走出从山峻岭 来到可以从海滩上 就能看到了文昌 从第一枚火箭 由文昌奔向天空的那一刻起 去海南看发射 就成了我心头的一个念想 然而 学业的压力 使我接连错过了天文一号 和嫦娥五号的腾飞 而明年 我可能不得不回到 东京的校园里继续学习 去现场看发射的机会 或许 就这么擦肩而过了 转机出现在12月初 当得知20号左右 全新的长征8号就要发射时 我立刻定下房间 并拉上了大白大妈 12月19号 我们坐上了前往海南的飞机 目标 稳畅 我本以为海南应该很暖和 结果下飞机头一顿饭就吓了我一跳 不要以为海南的冬天就不冷了 我是多梦也想不到我现在会带着这个东西 靠这一笔融砍镜 然后在海南吃过了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 这个仿佛不属于海南的气温 后来却差点让我们爆汗和贵 当我们抵达预定的住处 迎接我们的是个巨大的惊喜 推开阳台门一看 发射架就在那里 而长征8号 此刻就藏在里面 被架子牢牢抱紧 大白是潮汕人 我们冲了三杯茶 简单庆祝了一下 就赶快睡觉了 为明天养尽蓄锐 早上好 今天套了一下 这个两载还在路上 我望着雾中的塔架 期待着中午的发射 然而等来的 却是这样一个消息 发射推迟了 微博上的情报说 今天一整天可能都上过去 风太大 能看到的 我坚信我能看到发射 但说真的 我心里一点点都没有 北边的寒流虎视眈眈 南边的海上又飘着一个台风 两个夹在一起 足够把天气角都乱起来了 干着急没有意义 我决定先放下这八串 去外面溜达了 路边随便找了一个摊档解决了早饭 炒粉也只要八块钱一盘 特别好吃 隔壁桌大叔不知道从哪来的情报 说延迟到22号 但愿吧 我最多也只能待到22号 再往后 就真的遥遥如期了 这是铜骨陵附近的一处海滩 或者说石头滩 有游客跑到这里来闲逛 想必也是追火箭没追着 浪不小 还时不时打上来点泡泡 提醒一下各位 在这种地方 一定要多加注意浪的变化 不然一个浪头拍张石头 你就可能会变成这份德行 其实在我原本的计划里 并没有游览文昌的部分 而火箭的延期 给了我机会 显出这颗美丽的土地 大海总能给我一种亲近的感觉 我有一个爱好 看到沙滩 就一定会去找螃蟹洞抓朋友玩 不过这次我选择先不打碗他们 毕竟他们是这里的主人 我只是过客 趁这个时候 不如抓紧时间 享受小孩的海风 再吃点好 餐厅就在沙滩边 伴着海风 搞几个肥生蚝 真是愜意 那当然 既然是文昌 不是普通的海边 就难免少不了一些 比较硬核的东西 发射场门口空荡荡的 本来应该坐满观众的观景场 只剩一堆排列整齐的红色塑料凳子 对着一会大屏幕发愣 旁边还有个造型比较独特的模型 感觉 像是水泥座吗 本想在旁边中心大门口 拍两张照片留个纪念 结果 啊 走走走走 加油 而晚上的情况 或许 比空荡荡的观景场更扎心 昨天还灯火通明地发射塔 突然熄灭了所有的灯 我开始担心起最坏的情况 归零 说真的 我其实很喜欢吃归零糕 但或许是有些 迷信 为了成功看到发射 我有快两个月都没敢碰它 哪怕它其实就在我书桌旁的柜子里 如果真是归零的话 那我确实就可以安心回北京 把那一小碗黑色的这里给吞掉 求您了 我还不想吃那玩意儿 这一天是冬至 按照北方人的习俗 我们吃了饺子 北边的寒流减弱了 天气比前几天稍微暖和一些 但南海上那个台风依然在缓步蠕动 发射塔也没有动静 打白由于工作原因 今天回了北京 说真的 我心里不太舒服 下午又去了趟海滩 并且过沟的时候 我还抽了一下 人比之前多了一些 游客们在闲逛 追火箭的观众在寻找机位 也有本地的渔民在收拾网子 我找了块石头坐下来 晒晒太阳 听听海风 总感觉前几天好像一直在追赶上 把自己弄得特别累 但这么做的意义 有在哪里呢 不管你能不能理解 有的时候啊 无常才是日常 如果你苦苦追寻一个目标 却怎么也追不到 不妨慢下来看看身边的小事物 其实这一路 你已经收获了许多 不管最终能不能看到发射 你已经感受了大海的波涛 享受了北京找不到的美食 又见到了久违的小庞见 而这些 都会成为这次旅行的美好回忆 晚上我们去了龙楼镇 小镇早已习惯火箭发射 节奏也依然满牛肉 而我也终于尝到了著名的文称鸡 饭后又吃了碗清不凉 然后早已吃顶的我们就感受到了海南人们的肉质 时间不早了 那就 晚安 进步 你 中游рей� Veek 像你们有平后 我们几乎那样的 跟我 汇游 你 它 咱羽 是 不会 怎么样 你的 多 productivity bard 架子已经在打开了 已经在打开了 再游了两多钟头 就要上去了 大家从寿命八方赶来 海滩上的人多了好多 法师们早已在各种地方架好的长枪短炮 当然也不乏像这位老哥这样 任凭我们这些游客在沙滩上瞎折腾 静静坐在石头上钓鱼的桌 小螃蟹显然不知道发生了 像往常一样趴在地上发愣 前几天还见不到的各种摊档突然冒出来 搞得好像庆典一样 回到房间 我把设备架起 所有电池冲上电 静静等待 让我翘首一盼好久的一刻 静静 出现 静静静静静静 Googling 与我想象的不同 火箭飞起来没多久 就一头扎进云层 消失在视野里 只剩引擎的轰鸣声 响射天机 我知道它正冲向天空 可我追不上它 只能隔着厚厚的云层 用送它向太空飞去 我想象过发射时 我会有多么激动 而当轰鸣声进入我的耳朵时 在我内心身处 却平静如一潭清水 我没有多余的思绪 去考虑其他事情 不绝悦耳的轰鸣声 时刻提醒着我 火箭仍在前进 而当它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再也按捺不住 那被雪藏取久的感情 哭乱的哦 开心吧 你们还有无数次 你们还有现场看的机会 很好啊 未来无限可期 谁能想象 好啊 而当我最终平复一下心情 望着远处空荡荡的发射塔 回想起这几天的经历 这是一场梦吗 一发火箭 几十秒的功夫 就冲向了那片 我一生都无法抵达的地方 很浪漫 却又有些伤感 几颗卫星将寄去 它们的工作 而火箭 在将它们送到位置后 就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或流浪于太空 或在大气层中 化为一颗颗流星 而最终 长城八号的任务成功了 我们见到了大红瓶 它成功地完成了 它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 谢谢了 再见了 当天下午 伴着时下时停的小雨 我们离开了文昌 坐上了北上的火车 而火车又被推上船 离开了海南岛 那天晚上 透过窗户 透过云层 我在一片漆黑的夜里 看到了星辰大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